來看台北市立東門口的大鳥形寶寶 他們出息第四十一天 眼睛已經開啟了 早上晚上她的小女眼睛 微微開出一條香 今天早上兩女眼睛都已經開啟了一半 再過一兩天 兩女眼睛都可以完全開啟了 東門口表示一般的小小鳥形出息四十五天 只會把眼睛開啟 他們的順時進度調整 而且健康狀況是真好 他們的眼睛總算開啟 早上他們出息第四十一天 晚上的土地媽媽圓圓百度在吃飲料的時候 她的這麼女眼睛已經開啟了 到早上的時候兩女眼睛已經開啟了 後來就過一兩天 兩女眼睛都可以開來探索這個世界 那視力來講它慢慢的去打開了 那對於聲音來講的話 目前來講它對聲音的反應 還並不是那麼的明顯 那這個小動物來講 它的成長過程是慢慢慢慢去演進的 台北市立東門口表示 今天出息的時候 就比一般的鳥姊媽圓平均提供 壓得更加重 現在是二千八三十公圈 花有的情形獎後 而且屬於上他們在給媽媽照顧之前 都不是用盡辦館 除了聲音和這個模擬這組 上頭幫他們要曬保安 讓媽媽先來祈福 而且還在保安裡 以及她睡夢中被抓起來的聲音 所以我們這幾個都可以任意的播放 東門表示 鴨子和媽媽整天到地已經是第九天 雖然我兒子到地的時間越久 遠遠照顧鴨子也越來越順 但是賓州如果總共想要親眼 照顧照顧的鴨子 今天就要再多等三個月 一直跟營養五六個月 在正式公開 記者 總共報導